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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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宫的人也挺热情 但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是魔宫的皇帝是个小孩 小孩热情地招待了琼斯博士一行 什么猴脑啊 甲壳虫啊 蛇什么的 吃过饭后琼斯博士就展开行动了 不过这是在跟斯考特调行了之后 但斯考特显然不吃琼斯博士这一套 随后琼斯博士发现一个地下室和豆丁进去 险些丧命的时候 斯考特依旧义无反顾地去救了他 紧接着三人在地下迷宫里 就看见了一场盛大的祭奠仪式 发现了镇村宝石所在 还有那些被抓来的小孩们 《夺宝奇兵2》之魔宫传奇 由卢卡斯电影公司 泰拉蒙影片公司联合出品 是印第安娜琼斯探险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集 替《夺宝奇兵》后 斯蒂芬·斯皮尔伯格和乔治·卢卡斯再度携手合作 承接上集故事引出了另一段刺激惊险的冒险故事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